主席 主席 今天在座很多發表的言論 都說了幾個事實給我們 第一件事就是這幾個稅行 不單止是今天在討論的額外引花稅 是之前出現的一些辣椒 基本上都已經是失效 是沒有可能 事實證明了 告訴我們是沒有可能打擊價格的 那打擊了什麼呢? 現在打擊了的是樓宇的成交量 所以今天大家才看到 在門口有這麼多地產代理業界的朋友 出來抗議 沙士的時候他們都沒有出來抗議 我不知道這個政府有沒有想過 其實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是怎樣破壞香港的和繫穩定 剛才楊先生都說過 其實有時候炒家非炒家 有時候長渣還是短炒 我們很難猜得到每一個人的動機 我聽過一個簡單的故事 兩個一男一女年輕人士 以為自己會結婚 那就買了一層樓 誰知道那位男士就有外遇 然後兩個結不成婚 問題是他們現在就賣不到一層樓出去 那他們兩個是不是炒價? 他們兩個炒粉就有了 我想大家明白一件事 就是這個自由市場裡面買買買買很正常 今天很多不同的講者就說 我們要打擊炒家 炒家的身份不是坐著在額頭那裡 我希望大家明白 買買就是買買 不要估計別人的動機 你可以說炒家冒了風險 為了市場承受了一些額外的風險 令到我們市場能夠得以正常運作 我們都不去獎勵他們這些行為之餘 我們還要把所有罪名 放在他們身上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公道 其實所有人持有物業 都是希望為自己的財富 作出一定的保障 在座的官員也好 在座的議員也好 甚至乎很多發現的朋友也好 其實自己也持有多於一個物業 我們也看過主席女士 在行會的申報 你也有多於一層物業 為何今時今日 政府反而走去打擊 我們一般的小市民 你們蘇州過後沒有聽答 我們想上車 不是上車 我們想買多一層物業自住 你們先假設你是炒家 這是甚麼邏輯呢 我覺得今時今日 香港有一個 憎人富貴厭人貧的心態 剛才工黨的代表走了 很多地產代理 如果因此失業 我不知道我們這些偉大社會動良 會不會幫他們爭取權益 香港現在 好像我剛才朋友說的 做地產業界就是要被人歧視的了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